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这个老神经 我们在讲一些意识的科学 但是我们讲人是不够的 我们可以讲动物其实都会思考 如果思考的话会不会有这个脑电波呢? 那麽讲了 研究动物的脑部帮我们了解了人类的脑部 如果我问台长你在你的印象之中 你会觉得哪些动物的脑部呢 又小得来又可以很聪明的了 一定是八爪鱼 我对八爪鱼很有兴趣的 因为八爪鱼传说不是地球的生物来的 其实是外星人放在地球上的嘛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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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朋友都在说 很多人听说 哎呀 养八爪鱼呢 你不要看一看八爪鱼 你躲在鱼缸上 它认得你的 它看到你走过来 就立刻爬上来问你拿东西吃的了 已经这样 甚至乎就是 我们从很多的行为那里去表现 就是看得出 八爪鱼是一个很聪明的动物来的 其实当然有很多就是 脑子都是很小 但是其实都算是很聪明的动物 其实你说就算是一只鸡 甚至是一只老鼠 它们都是一些体型比较小的动物 老婆也比较小的动物 但是它们也可以是表现得很有聪明的 但是如果以那种真的小巧程度来说 也都可以表现得很复杂 就是你知道八爪鱼你把它囹在盖里面 它就会自己扭的盖来出来 它会明白到一些东西是怎么复杂一些的机关 都懂得怎么开盆山 那这个就是八爪鱼自己最聪明的地方 所以其中一样就是说 如果要了解一个能够有表现这么高动智慧的动物 那我们当然希望它量一下它里面的脑部再是怎样 那你要去量一个老鼠的运作 我们还是做得到的呢 因为你给一些东西带着它 或者是你绑住它之后 就这样乖乖地让它绑住在电极上去量它的老讯号 我们量到的 但是八爪鱼这件事就麻烦一点了 因为它体型实在太容易变了 这种軟体动物 你有几何可以看到 你可以稳稳稳稳将头枯在八爪鱼的头颗那里的 这个你想也不用想了 还有它自己那八只爪它帮你拿走头枯 即是快过什么都可以了 甚至它自己捐一捐它都完全可以 你绑一点小都可以自己捐 都捐过了你没有东西能够绑住它 所以它研究这个八爪鱼老部 能够顺利地收集数它本身的技术上的 那个难关已经非常之难的黑复了 但是很有趣啊 竟然有人专门从事这个 这样的八爪鱼老部的研究呢 成功地竟然是获第一次 令到人类获得了 这个八爪鱼老二科信号 这次就是用到这个技术 就是需要将整个电极 是植入了八爪鱼的体内 整个过程听起来就很有趣了 你首先要拿一只八爪鱼出来迷晕它 然后跟它做个手术 就放一块晶片下去 然后就让它去摇它们 将那些信号发送出来 将它的脑电波去信号 而且出来的信号 我们可以追踪到它在八爪鱼休息 睡觉不多活动的时候的脑电波活动 还有在它觅食的时候 遭遇到危险的时候 那些活动的时候 那些脑电波信号 其实我们是初步去采集得到的 其实听起来就纯粹一样 好像有趣的那样 但是其实我觉得 是长远来讲 是对于我们了解整个脑部运作 是很重要的 原因在哪呢 就是因为其实 脑部的神经元素不多 尤其是牵涉到那些软体的动物 你会发觉就是它的脑就大级有限 比如有那些海兔 里面可能只有19个神经元 海兔不是说那些整个兔子的东西来的 海兔我看到甚至乎是有人在 就是你在花园街 金如街那里买 有人买来养的 其实它很有趣的就是整粒鼻态的东西 仰在月光里 但是里面它的脑神经元素目是很少很少的 所以有人就说 如果一个这么小的脑神经元素目的脑部 都能够表现到这么多不同的一个老部的特征 就是包括他懂得去覓食 懂得去表现红绿 就是懂得去控制他身体的机能运作 如果都能够那么少神经元做了那么多东西的话 我们其实不需要一下子就去进攻人脑这个这么复杂的问题 我们不如了解一些相对结构比较简单的脑部 然后就看看这些这样的最简单的意识行为 是怎样能够由这这么简单的脑部结构能够发展出来 对于我们整个脑神经科学研究 其实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所以八爪鱼也都是其中一个 脑部不算大 但是它能够表现到比起其他的软体生物更加复杂的行为 所以是一个值得去探讨的研究对象 所以为什么我们不是纯粹无聊的 是因为觉得真的由八爪鱼身上可以找到有用的数据 我们才这么辛苦克服这么多 可能连麻醉的八爪鱼都要做完 然后去将那些晶片植入它那里 如果有一天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去吃刺身 去吃那些烤八爪鱼的时候 你会发觉有渣就捏到那块晶片出来 你就不要惊讶了 如果有一天是这样的事 第一样我觉得这件事很不人道 你整个八爪鱼整个晶片 第二样就是我已经是绝少吃这个八爪鱼刺身了 因为八爪鱼是痛的 那绝对是的 很痛的 它会很痛的嘛 那你去代入如果你是八爪鱼 你这样被人凌辞而吃了你 那你想一下你多不人道 不过我们看到这个片段 其实它是说它睡觉的时候 去量它那个露电波的 嗯 是的 但是我想问就是 现在你想知道八爪鱼的露电波 是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 其实刚才都说了的了 你去看它的行为 和看它那个露电波的模式 你大约知道它里面的老神经元的运作是怎么样的 当然了 我们可以认识到就是 每一粒神经元是怎么样的还不成功的 但是由基本的露电波信号 我们看看会不会 就是如果你纯粹做个数据分析 会不会就是说 你会找到一些和其他动物有不同的特征呢? 会不会找到一些很特别的信号的模式 就是原来是在一个很简单的生物里面也有的呢? 和一些複雅的生物里面也会看到这件事情呢? 在这里我们看到那种物种的演化的历史 还有就是说 到了一些比较複雅的生物的脑部里面 是怎么样的那个运作机制是怎么样的呢? 那我们就会有一个很有效的 帮我们去化约的一个资讯来帮我们去做对比 就不用一下子由一个很复杂的人物去找这些讯号 但是原来可能里面最基本的那个backbone的讯号 就是由八爪鱼我们就可以得到啟发 就是这个大家就期待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然后就是我们从一个比较简单的推算到一个比较複雅系统 应该是什么共同的特征是不是? 是的 这个手段在科学研究研究上去用的 就是我们去建立一些你就算在说建立一些方程式 那个方程式都是去描述一个最简单的情况 然后我们在这个方程式之上再加一些复杂的特征 令它可以描述一些更复杂的东西 而现在似乎我们可不可以在老神经研究都重复这个故事呢? 也都很期待就是说 未来会不会他们去研究这个八爪鱼的老电波信号的时候 给到一些很大的啟发给我们了 所以我觉得今天讲这两个 就是和老神经研究的这个新闻呢? 我觉得都是未来可以有机会再跟进的 好 那我们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有另外一个新的发展呢? 我们都值得这些讲讲的 就是说呢 如果在一个火灾的现场 那我们发现很多人是被焗死不是燒死 那现在有没有一些新的处理方法可以帮到这些人呢? 其实我们都听过很多这些不幸的新闻 譬如有在火墙那里 那当然有些可能就已经是烧伤了 那有些呢 你会发觉是由火墙救出来的时候 可能都没有事 但是可能它是焗均匀了 但是你会发觉焗均匀了之后呢 两天后才在深切治疗部睡了两天后 都是救不了 那其实这些就是呢 很多时候就是被农烟里面那些有毒的成份 去焗死了 那其实焗死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说你想要吸的氧气你吸不到 它影响了你整个人的呼吸的功能 就是基本上就跟你呢 掩住嘴里吸不到气呢 那个最后出来的客观结果是一样的 那这件事呢 在传统上来讲呢 你怎样去救一个被农烟焗死的人呢? 很多时候就是 你尽量就是希望去加大 它那个吸收氧的能力 所以就是说你会给很大的氧气 你要帮助它呼吸 其实这件事呢 就跟先前肺炎的疫情很相似的 就是你看到肺功能很弱的人 它吸氧的能力低 于是你要给一些纯度很高的氧气 给它做这个舒缓 然后你搏它那个肺部功能恢复回 那就令到可以吸氧的能力去大一点的时候 你再可以减低那个氧气的浓度都可以 那对于这些被农烟焗死的人 都是这样的 我们纯粹是希望呢 给一个高浓度的氧气来争取时间 令到那个人可以透过自体的恢复呢 令到它可以吸收到更加多的氧气 但是中间那段时间呢 你捱得过就捱得过 捱不过呢 最后都是给足氧气 但是身体你自己都吸不到呢 那都是搞不定 那都是会焗死 那身体上很多的其他的器官呢 也都因为缺乏氧气供应 那接着就缺氧 那接着就肤气 那这个就是其实很惨的一个 就是好像一个慢性焗死的一个这样的现象 那在传统上呢 我们就是没什么太多的办法的 当然就是说 其中一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在那些火牆里面的农烟 烧出来的东西是粒粒粒的 在一些不完全的燃烧里面出的就是一氧化碳 那些一氧化碳呢 比起二氧化碳是更加有能力去抢 和我们身体里面的氧气去抢夺这个红血球的 就是其实红血球本身就是这个化学分子 它是有能力去黏住氧气 所以它会带一些氧气 那些氧气可以融掉下去 和它结合 做一个短暂弱的结合 一个兜的那样 但是同时间它也都可以载住一些氧化碳 那于是我们的身体可以就是说 它有这些穷血球细胞呢 使我们身体这个血液的带氧压力呢 是提升多很多的 就是血球数多的人 它本身带氧压力高 也都反过来它能够带走身体里面 二氧化碳能力呢 也都会是高 那研究这个红血球本身 那个生化和整个 甚至乎有一个生物物理的问题 来研究它 将它用一个整个 一个普通的一个化学结构 来研究它上面那些 物理上面的零 黏住那个氧气 黏得有多深 黏的二氧化碳黏得有多深 那我们去了解到它的带氧能力 和去排走废物的能力 而在这个研究过程里面 我们知道就是一氧化碳 就是很有能力 帮我们去霸住这些血红素的 一些这样的化学物质来的 而且不止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山癌 在火牆燃烧的时候很容易产生 尤其是烧些胶 会出现一些叫做 带有山癌的气体 其中一种就是那些叫做HCN 就是这个氢化氢的气体 纹落是酸酸的 但是它和氧化碳有一个很不同的作用 就是说它很有能力去 去制止了你身体的带氧的能力 因为它帮你霸育了身体带氧的那些这样的物质 所以一直以来 你如果想救活这些在火牆里面烤死的人 你一定要再积极一些 你不是只是找些 推些氧气进去来推走它 你如果找到一些可以 直接帮你在血液里面 把那些多余的一氧化碳 和这些山癌成分 从那个血液之中去拿走 甚至乎从那个血红素之中去帮忙拿走一些 那整个人的救活的传媒率 就会大大提升 那这个新闻我觉得很值得留意 就是因为它似乎对于整个急症室去急救 是给出一个非常之有效的新的配方 就是话说这个日本的研究小组 它研究了一种新的物质 这种物质在调制到一个适当的浓度 将它注入在人的植物 就是有些受在那些火灾灾场救出 被农烟烤死的那些这样的伤者 马上将它注入一剂在它那个血液里面 那就帮你去洗血 你将血液里面那些一氧化碳 和那些山癌成分的物质 就黏走了 就是它比起和你的身体里面的血红素 斗抢这些东西 它会抢贏了 然后这些东西去抢了那些一氧化碳走之后 它会令到你很容易 从那个尿液那里排了出来 排得走的东西 然后这个东西 当然不是第一次用在人那里 就若是用在老鼠那里 那你也想象到这个实验是怎么做 你要将那些老鼠 就真的用一些烟来烟去 然后就真的去急救它 那法国那个救治率是大大能够提升的 所以可以预期就是说 就是在这些这样的老鼠 都是属于会暴雨的动物身上 它的血液里面work的时候 似乎应该在人身上 都应该可以是有效的 所以这件事我觉得是一个很革命性的发明 这个发明也很有趣的 它当初这个研究小组不是为了研究这件事 这个不是它最初的目的来的 其实是它无心撒冷漏成人的就是 它这个研究小组很想去研究一件事 能够去替代人类的血红素 其实它是希望能够复制人类身上血液里面 某一些的功能 如果这样可以的时候 我们可能发觉就是 不用那么害怕那些人不肯去捐血的 如果我们有能力去做到一些事情 不是说未必是完全能够取代血液的功能 是能够帮我们扮演部分 担当部分血液的功能的时候 我们似乎的输血量可以减少 对于那个人捐血的需求也减少 于是在它的研究的时候 就会很希望能够研究到一种 什么能够帮我们去带到氧 和带到二氧化碳的一种物质 这种物质的功能是似血液素的功能 但是在研究的过程中 竟然它找到这种新的物质 这种新的物质是可以帮我们很有效 将那些这样的一氧化碳和那些山埃是扯走的 这样就真是厉害了 它在这个研究发现的过程中 在研究血液功能 和希望能够找到化学分子 去帮协助我们血液功能的这个研究项目上面 去找到能够帮助我们救助 在火墙里面烤傷的人的一个非常有效的配方 我觉得这个是功德无良的 我觉得这个是这样的发明 好 这一集结束我们下一次就回来 梁錦祥工作室 在这个网络言论自由被打压的年代 我们依然坚持自我做好节目 坚拒自我审查 因为我们相信内容有价 而你们的支持就至关重要 请大家订阅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并立刻成为付费会员 守护自由言论 而我们在YouTube频道上的每一节节目 都要麻烦大家记得按赞、分享、留言和按钟仔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节目 请大家订阅点赞、订阅、订阅、支柱、继续 喜之处 我们在你这里的未经典